民眾拿著處方間到藥局找藥師領藥 這位藥師就是經常在臉書上發文 討論時事的林士豐 他在臉書PO文說經營的藥局要歇業了 胸腔內科醫師蘇一豐也來留言 說辛苦了 健保制度下台灣醫療很難做 今年的打折點數特別糟糕 去年可能還有九折 今年都八折還不一定有 結果健保點數越給越少 那個藥費每年都逐步下降 林士豐的藥局主要做健保處方兼配藥 收入最大宗就是來自健保給付的配藥點數 但近幾年秦嶺時要依照點數打折 折數越打越兇 秦嶺的錢越來越少 最起碼還給我們醫療業一點一元 因為這樣子剝削 我們真的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 賺的錢變少了 陸續又有三名藥師離職 藥局沒藥師就不能配藥 導致林士豐兩間店兩邊跑分身罰術 林士豐說大醫院開出的藥師薪水 白天班八到十萬 大夜班十三到十五萬 對於他這種社區型藥局 根本負擔不起 另外一間藥局的經營者 也有同樣困擾 現在的藥師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難起 是應徵了兩個月三個月 那就一兩工的履歷而已 藥師缺人又開高薪 社區型藥局苦撐 經營者們希望健保給的點數補助 別再打折 舒緩他們的經營苦痛 華視新聞 甩紅年會無少青苗栗報導 哈囉我是萊亞 想要搶耳仙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